今天在南京市鹿河区 圆林洞路 这家有一家狗肉面好吃 我们来尝尝 我最喜欢到这样的小房里吃饭 借地鸡 口味又好 程度叫餐饮馆 这个老板我是第二次来了 这个老板长得像郑志伟大明星啊 各位讲你长得像郑志伟 有了 有了 像你早上几年钟开门呢 我们早上一帮四年钟了 四年钟就来开门了 四年钟就开门了 你干这面干多年了 20来年 你今天多大 我56了 那你比我大 我说几年 你说几年 我说你到底干活 你看身体好 看不上去 刚刚这场就是要身体好 对 辛苦 刚才小时辛苦 刚才小时辛苦 那几年钟关门呢 我们一般到廉宁都走 哦廉宁 廉宁都走 你这发的撞黄的吧 对 新撞黄的 哦 我讲不像原来那样了 给你撞黄 你好你好 你这些混蛋啊 混蛋有 有些蛋混蛋 好的 好的 行 人家主打狗肉面 腰肚面 狗肉面 腰肚面 牛肉面 我哥哥现在不再煮了 可我担你了 好的 好的 行 全家福是什么东西啊 全家福啊 全家福里面 有药子住在 还有小肠 有一本枕药子 哦 酱的 果 还有皮肚 我们就来个狗肉面 28块 哦 你这是粉感鲜狗肉 对 鲜狗肉 鲜狗肉面 鲜狗肉面 哦 鲜狗肉好吃 那你的狗肉要卖 狗肉要买 你要多钱钱呢 对 狗肉现在贵的 多钱钱呢 现在要卖一百五一斤 一百五一斤 一百五一斤 好 不许吃 不错 对不对 必须要吃的 贵到 贵到 不存在 必须要保质吃的 你不保质吃的 给了人吃的就不放心了 对对对对 锅铁 锅铁也好吃 好 等会吃两个锅铁 好 我们来个 28块一碗 28一碗 锅铁 第一个 狗肉面 好的 我们放那个辣油 好的 皇帝你吃龙面 也是狗肉面吧 狗肉面肯定狗肉面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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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斤的狗肉好的哈哈 厂来看那个辣油就是南京特色辣油对辣油都是我们吃饺的 哦这个狗肉面在这个按这个面就不按撑撑吧啊不按撑我们基本上都有数的 这一般下关了这一般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一份狗肉面 一份一下的味道好 对对对 就单独下去 哎对我们单独下去 我那个都吃过人家看他一个没吃的 哈哈哈哈 这个盖子非常多 好 这个盖子那个盖子的 一来啦 入盒 变成一手 下一个的美食宝主的干肠狗 顶巧 白一门做多少肉 卖的我做出出了 卖的过客人 做一个美食播主的干肠狗这么幸福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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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奶的吗 到вер头有在哪 我给你炒 了 我把我手起来过来 进去 这是二十八万元的狗肉面 小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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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在右盒吃猪头肉 大小雷子 也就咋整开了你 你去吃了 八九到百 我干你啊你随意 我来给他看 来来 怎么给他看 这个多少度啊五十啊 看下来 必须的 来吧 关键猪头肉要配酒大蒜肘 对这才行 把蒜来一半 好 蒜来一半 看这猪头肉想吃了 大网红怎么想起卖猪头肉的 哈哈哈哈 因为热爱吧 热爱 因为热爱 自己也喜欢吃肉 要唐哥拍这么多猪头肉 他没有呼住行动 对对对对对对 我要先吃肉肉 我来吃个干肠肉 按道理唐哥最应该开个猪头肉店是吧 嗯 热的好吃 就真的好 嗯 这真是肉口计划啊 比上次好吃吧 肉口计划 炸料吧 哈哈哈哈 来慢慢喝 上次你吃的我们是凉的 其实还是热的好吃 哎 哎真的不错 嗯 来吃个瘦的啊 有没有一下 谈我去武汉开个店 可以 瘦的都烂也不柴啊 烂 我们这边就是烂 烂的不柴啊 嗯 这个很难做到啊 快点快 可以 面条也可以吧 我们六合的面条 面条 好吃啊 我喜欢吃六合面条 哎 哎 哎 这个肠做得好 嗯 像这个广哥的卤水大肠的味道差不多 嗯 反正就是 小肠脆一点吧 行啊太小了 我得把这个肉肥 嗯 哦 哦 太香了 这吃竹竹肉 我自己也能吃半斤 哈哈哈哈 吃个面 你年轻啊 嗯 我比达达十几岁 龐哥还能吃半斤 我不管不管 我那多二两 你不想我吃完吃 我吃的少呀 这个我弟是我徒弟 啊 我也我也是你徒弟啊 哈哈 我不能喝酒了啊 你不能喝你开车 嗯 我们相聚六合啊 你干了 不干掉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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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结束了都结束了啊 还能喝我两个吧 这边炸满了 烟水炸下来了 把汤炸下来了 肚子高啊 哈哈哈哈 吃面条吃面条 吃面条 这个狗肉150块 我绝对要给他吃这个光盘系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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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嗯 嗯 超排视频 可的果肉太多了 150万一千二十八 可怎么可能给这么多果肉的 感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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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